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些客户做过很多的服务 我把这些问题归纳起来 我觉得我们可以用 募资平台做个完整的一个解析 降低他们的成本 跟在前期把他们的东西 在市场上先试水温 看市场的接受度如何 平台以创新的思维 设计出权益式募资 让专案更容易达标 也让通路经销商 透过平台内的转让模式 销售产品获取利润 为开发端 经销商与消费者 节省了各式的成本 互惠互利 目前台湾的募资平台 大部分它的核心价值 跟商业模式都是模仿国外的 过处都是走所有的销型的团购为主 权益式募资 它就是说它赞助人在招鸟的时候 它就有个权利 那权利就是它可以转让 它已经达标的商品 透过这样的模式之后呢 其实会让更多人愿意赞助这样的商品 甚至让经销商它可以在早期 就先行进来 那除了吃货之外 卖断之外 它还可以直接做经销的转让 就少掉了物流跟仓储的成本 平台以事前免审查机制 节省了专案发起的时间成本 转由严谨的后续自动与手动审查模式 为赞助者把关 让平台的商业环境更安全便利 前期我们会先对专案做一些大数据的审核 所以审核完之后会进行第二步的人工审阅 这个专案当它达标了 我们会是专案它的可行度 以及它的金额的多广 我们就会跟这样的专案发起的 跟它去做一个协商 保障我们所有赞助的人的权利 看准平台无限的潜能 许多新创企业加入平台 期望扩及通路 此外 社会企业也透过平台发起工艺募资 让专案更丰富多元 借由Connets这个平台 我们能够让大家更早地去认识我们这个品牌 在新产品的发表 我们也希望借由Connets的品牌 能够让我们去知道市场消费大众 所希望有的款式跟需求 这次会用ConnetsU这个平台去做这个募资 然后募资的内容是要邀请大家 一起来捐设备给这些打火弟兄 一起来做工艺 然后一起帮忙他们 此外 平台整合了网路商城 与社群媒体机制 让募资发起人透过多元的服务 一次满足销售 宣传等项目 我们让所有的想要上上层首页的所有人 你都可以很自由临火地把你们家的东西放到上层首页 前提是什么呢 前提是你们要打折 只要你们愿意打折的话 你们的东西就会上到我们的上层首页 我们整合了三个嘛 一个是权益式募资 一个是商城 一个是社群 那我们以募资 权益式募资作为主軸 那让所有的专案的发起人 可以在权益式募资上面得到更充分的发挥 他可以把他的商品设计完 制造好了之后 在商城平台 我们的平台直接做销售 这样子三个核心价值加起来 我们发现它是有加成的效果 结合电商平台应具备的6C功能 平台已进步的思维 将台湾电商环境带至新境界 我们想要翻转制造业 降低制造业制造的风险 跟对市场的不确定性的恐惧 所以说我们希望会借由 这个权益式募资的内容 你们可以 中小企业可以把概念都放上来 针对普洛大众 就是我广泛的资讯的收集 这是直接我们就达标 降低你们的成本 希望可以深入校园 针对各大专业校他们的臂涨 那东西上架完之后 他们东西如果三月应用的价值 可以直接地跟市场接轨 那现在夸则是拒绝闷经济 没有不经济 我们希望在台湾 走群众募资 以及中小企业 是可以去得到 更多国外的人的赞助跟认同 随着全球化的步伐 全球经济与商业环境日新月异 期盼新平台的崛起 为台湾经济创造新的佳话 也为国际电商环境带来刺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